丹麦昨天宣布收紧限制要求新加坡旅客入境时需隔离 不少旅行社已经更改行程到其他的欧洲国家 比如说芬兰 多数旅客都能够接受临时变动 一部分则选择延后行程 静观其变 来看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这家旅行社接下来会由四个旅行团到访丹麦 自丹麦宣布新加坡旅客抵近后需隔离至少四天 他们已改飞芬兰 至少60名旅客受影响 旅行社表示暂时不会推出新的丹麦配套 并且会留意欧洲各国的入境限制 我们先看一看 因为它是欧盟推荐每两个礼拜会review一次 我们到时看他们会不会再开放给新加坡旅客严格入境 因为有些国家他们是很需要留约来维持他们的经济 这家旅行社则让受影响旅客免费更改旅游目的地或全额退款 当中大约一半已选择退款 另一半则探讨改飞芬兰 受访旅行社表示 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的国家当中 芬兰 西班牙 意大利和韩国比较受欢迎 为了确保旅客的安全 一些旅行团将实施额外防疫措施 我们通常是要求接待社方面的导游 司机都要完成疫苗接种 而接待上传之前都要进行PCR的检测 因为疫情还有很多这种我们不太了解的不确定性 我们建议客人最好是能够戴口罩 新加坡民航局授讯时表示 通过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计划 前往欧盟国家的我国旅客 必须事先查询这些国家的入境条例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曾益报道